他们为了生计离家出走 他们为了生计铤而走险 他们不论到哪儿都永远记着自己遥远的家乡 两百多年三千万人 他们开创了一段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 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时 闯关东 山海关坐落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和辽宁省的交汇处 在1990年以前 他被认为是明长城东段的起点 有天下第一关的美称 世人都知道 他曾经在古代军事上 数次阻挡过关外军队的南下 但很少有人知道 他也曾经是阻挡中原白军 和百姓到达东北的平章 今天在山海关的镇东门下 游客可以买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纪念品 通关文碟 卖纪念品的人告诉游客 在明清时期 只有拿到通关文碟 才能通过城门到达东北地区 通关文碟虽然并不能涵盖历史的全部 但他却让游人接触到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岁月 闯关东 1381年 明王朝为了防御塞外军队的入侵 修筑山海关长城 在此建官设位 从此 山海关成为了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分水岭 山海关以东的地区 包括现在的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等地 统称为关东或关外 山海关以西 以南的地区为关内 山海关的镇东门 也就成为了出关入关的交通要道 清朝入关之后 为了限制关内百姓通过此地 到达关东 清政府曾经封禁山海关长达两百年之久 但是仍有上千万的百姓 不觉如履地到达这里 他们试图闯过山海关 到关外谋生 他们开创了一段世界历史上 持续时间最长 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史 闯关东 闯关东为什么叫闯 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 就是清廷入关之后 东北作为它的主地 龙兴之地 它采取一种保护的措施 他们要偷偷地过去 那这个也是一个闯的含义 还有呢 当时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自然环境的恶劣 路途的艰险 还有他们自己面临的很多困难 所以他们会用创来形容他们的这个行为 据统计在历史三百年的时间里 闯关东到达东北的移民总数在三千万人以上 然而规模如此之大的移民行动 在官方史书中却记载聊聊 我们查遍了图书馆和各地的档案资料 依然无法看到那些闯关东百姓 在三百年中经历了什么 于是我们转而求助民间 生活不下去了 这闯的关东 不能干活的那些老人吧 都得出去要饭吃 拿去要的饭往这走开 老鼠可能也没有吃 就把孩子耳朵给都给咬回了 这个时候就感情就用痛了 都掉下眼泪了 当年我们老祖宗来 整个现在我们松江村四十个地地 全是我们家里买下来的 他是为了想忙更好地生活 最终在大量民间走访和学术考证的基础上 我们试图再现这段浩瀚的历史 殷敬海 黎同信 他们是闯关东移民中 为数不多仍然健在的亲历者 刘文忠 王化军 张维忠 他们都是闯关东人的后裔 对于自己或者仙人 为什么要闯关东 他们都有一个几乎共同的答案 解剖果没粮食 粮食颗粒不收了 就没事了 穷都没有办法了 要不穷他这个穿关东 殷敬海 1937年出生于山东滨县 对于儿时饥饿的情形 他仍然记忆犹新 穷里盘就一般的家 有什么你 讲树叶子 吃树屁嘛 你这会儿 1942年 父母迫于生活 决定带殷敬海离开老家 北上闯关东 这一年他只有五岁 王化军 祖籍山东 他的爷爷王电青 于1932年闯关东 到达东北 离开家时 王电青只有12岁 与他同行的 是同样未成年的两个哥哥 我大爷16 我爷才12嘛 12 我二爷14 1932年 济南附近遭受罕见蝗灾 粮食颗粒无收 很多人都迫不得已 踏上了闯关东的道路 据统计 在清朝统治的268年间 山东地区 曾出现旱灾233次 烙灾245次 出仅有两年无灾外 其余每年 都有不同程度的水旱灾害 同处于华北地区的 河北 河南和山西等地 也是连年灾荒不断 翻开各地地方治 对于灾荒的记载 比比皆是 碎直凶荒 民不聊生 大鸡 人相识 连碎汉荒 人民积累 大鸡 饿死者枕戒 或烧死人食之 夏秋瘟疫盛行 民死羁绊 这些灾荒 成为了迫使灾民离开家乡 踏上闯关东之路的最大动力 王电青兄弟三人也不例外 草根树皮吃尽之后 他们被父母赶出了家门 就是我太爷太奶 跟他说去吧 不去咱们都得饿死 我们岁数也大了 死活无所谓了 你们还小 你们出去求挑生路 有一些希望还能活着 刚好老大 必须把他哥俩带到东北 吃好吃好 我们就放心了 我爷不愿走 这样的生离死别 在闯关东历史上比比皆是 很多人离开家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 王电青兄弟也不例外 他们的父母 在三人离开之后不久 因饥饿去世 闯关东的人主要是 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 主要是这四个省 在这四个省当中 最多的是山东省 山东省在占闯关东的人 能占80%左右 闯关东百姓不论来自何方 到达关东的途径有二 一为陆路 一为海路 这是通过陆路 闯关东的路线图 闯关东人群 可能来自四面八方 但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山海关 殷敬海的父母 和王电青兄弟三人 所选择的都是陆路 1942年2月22号 农历正月初八 春节的喜庆 显然没有感染到 殷敬海一家 因为这天晚上 他的父母 正在为闯关东 做着最后的准备 当时准备吃的 准备摸的 就是我母亲 就花鞋见了 再就是整起我儿头 有原因我父亲说 我帮那个鸡杀他 我母亲说别杀 当母亲在路上 就撸个下蛋 给孩子吃 所以带着这个鸡 别杀他 正月初九一大早 殷敬海还在 睡梦中的时候 父亲就将他放进筐内 挑着担子离开了家乡 殷敬海正是以这样的方式 开始了自己的闯关东之旅 我那时候很小 因为我母亲听我父亲说 她说咱上关外 生活比在这墙 所以我母亲 只望着到关外 有好日子过来 每一个踏上闯关东旅途的人 无不抱有对未来生活的 美好愿望 相对于家乡的贫瘠 关东的富饶 对他们来讲 无疑是最大的忧惑 尤其是东北黑土地的肥沃 和棒打袍子 瓢咬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的俗语 让很多人认为 东北相对于关内来说 简直就是天堂 然而关东的富饶 对于五岁的阴静海来说 并没有吸引力 上千公里的路程 开始让他感受到 什么是生活的艰辛 在路上看着一些穷人啊 都是穿冷破烂 有的走走走就帅那里 帅那以后 当时我也考虑怎么帅到你 我母亲说这都是饿的 那时候热的就是说 太厉害了 有的上师他不穿 有的女的他就不穿 不穿衣服都露着那个奶子 就大啦啦啦的 那时候我小我看着我冷 能不能可恋 小儿提好 老玉倚仗 少女相扶 腔腔亮亮 不可名壮 逐对联群 产生汉野 这是日本人小月平龙 在满洲旅行记中 对闯关东人群的描述 发生于光绪年间的这一幕 是目前我们找到的 对闯关东人群路上情状的 少有几段描述 这些描述和阴镜海的建文 共同构成了闯关东路途的画卷 走的时候我母亲看着一个老年人 在路上走 饿的是怕不动的 我母亲就拿出高粱剑面给他吃 我父亲还有点不愿意 那个意思是你给他吃了 我没吃过 为这个我母亲我父亲 但是很快 因镜海父母带的干粮也全部吃完 为了活命 他们只能选择暂时放下尊严 开始乞讨 因镜海的父亲开始挨家挨户 敲向别人家的大门 虽然有时候也会吃闭门羹 但还是会有善心人向他们敞开大门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饥荒几乎充斥着闯关东的整条道路 这是一组反映闯关东路途中 人们乞讨的照片 哺乳器的妇女 等待施舍粥犯的成群结队的儿童 摆脱饥饿和寒冷 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基本的需求 当年这样的简易窝棚 在闯关东路途中随处可见 在如此狭小的天地内 生死离别成为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走个十米二十米就能看个死人到边倒了 男女大老幼都有 路途中饿死人的事情 是王化君自小 就经常从爷爷口中听到的故事 这我爷们他是上厕所 他四十小啊 一看爷们往术后一段 一看有人骨头架子隔呢 还有狗不大那这么长嘛 这隔呢就啃骨头你 一看是人的骨头架子 那就野狗吃 除了饥饿 闯关东路上还有另外一种 可以夺取人生命的危险 殷敬海的父亲 也正是这一危险的亲历者 一个人藏在树后草丛或者是石头后边 他这个一般袭击单身客人 过了以后他悄悄从后边一棒子就把你打棍或者打死了 然后把你动个墙走了 殷敬海的父亲虽然将歹徒击退 但他也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从矿的我母亲帮我拉出来以后 就说我父亲不敢跑你得拈来 所以我父亲跳一跳就跑开了 我母亲在后头领着我也跑了 对于殷敬海一家来说 不论路途有多艰难 只要到达山海关 就意味着成功在即 因为1942年的山海关 对于闯关东的百姓来讲 是完全敞开的 然而对于清朝时期的大多数百姓来说 山海关却是他们难以逾越的一道关卡 公元1740年 即清乾隆五年 朝廷颁布禁令 宣布关闭山海关关门 不允许关内百姓 随意前往关东地区谋生 在此之后的一百多年间 山海关成为了阻挡 闯关东百姓脚步的巨大屏障 那他为什么要采取封禁措施 就是首先第一个 这个地方是清朝的根本 他要保护根本 不能够让汉人 不能成为汉人的地方 我万一在北京做不了这天下 我是还要回到这地方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实在是担心 汉人进来以后 把这些他们原来的这样一些 采生山场 还有这个河流里边的这些渔产 森林的矿场 因为那个时候汉人去了以后 对他们确实是有威胁 但是在圣经通知中 却有这样的记载 昭明开墾至百名者 文寿之县 武寿守备 每名口给月亮一斗 每地一赏给种六生 这是顺治十年 条件如此优厚的昭明开墾政策 和彻底风景关东 都是出自清朝统治者之手 为什么仅仅相隔87年 清政府却出台了 截然相反的两种政策呢 清朝那个时候入关的时候 他为了断绝 他自己的这些八旗兵丁 还有其他八旗兵丁的家属 还有他们带的这些人的回乡之念 所以他们就把当时在辽东的 那些田园卢舍焚烧一空 顺治入关 带走了原本居住于东北地区的上百万万人 人们习惯上称这次大移民为从龙入关 从龙入关后 圣经地区只剩下了三万人 加上整个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也不过四十万人 东北实事九空 后来有一个大臣给他们上过一个作折 就形容当时辽东的情况就是 荒原废宝 断瓦推原 卧野千里有土无人 就是建议他们要加固东北 加固根本 因为这是你的根本之地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才开始搞这个辽东招肯条例 辽东招民开肯条例 很快成为了中原农民的福音 此时的中原地区 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因此大量流民开始涌向东北 乾隆以后呢 人口的压力越来越大 人口的流动呢 这么说吧 跑成习惯了 就是流动的那个越来越频繁 规模也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他有点招架不住了 所以呢他才采取这个封禁的措施 从今辽宁锦州直抵山海关下 长约四百里 背靠群山 前林渤海湾 与山海之间仅一线之通 这一狭长历带 被称为辽西走廊 这是人们走陆路 从关内到达关外的必经之路 因此清政府封锁山海关 就等于断绝了闯关东人 进入关东的途径 不仅如此 清政府还封锁了渤海湾沿岸 严禁百姓偷渡到达关东 但是早期到达关东的百姓 在尝到甜头之后 不断向关内传来消息 形容关东大地的富饶 那么他不断烧来消息 说关东好 关东可以生存 关东可以有一个梦想 可以生存 对于没有土地的农民来说 是最大的诱惑 因此 他们不顾朝廷的禁令 纷纷离开家乡 去寻找生存的梦想 与陆路相比 海陆要短得多 倘若从交东半岛 最北端的蓬莱出发 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 直线距离 只有一百公里左右 但是路途虽近 海陆却有着比陆路 更大的风险 在清朝封禁的两百年间 闯关东的人都只能乘坐这种小山板 如果顺利 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 到达辽东半岛的某处登岸 但是如果遇到风向改变 他们很有可能会飘到朝鲜或者日本 更有甚者 在海上遇到风浪 就很难避免船翻人墨的危险 大连老人刘文忠的父亲刘士盛 就因为在海难中失去亲人 一登上辽东半岛 就成为了孤儿 1893年秋 山东省蓬莱市发生大密集蝗灾 年仅15岁的刘士盛 跟随大人一起 踏上了闯关东的道路 他们选择的是乘坐小山板 经过一天的漂泊 他们已经可以看到 旅顺海岸的时候 厄运却突然降临 转眼间 跟刘士盛同传的六个成年人 全部遇难 他和仅有十岁的妹妹 被掀翻的山板盖在了底下 一百多年以前 就是在这个地方 飘了一个小串 雨印的大浪 完了雨的天气了 这个小串翻了 这串上这个印的 如果是做拔印的 这大印都死了 扣在船底下的刘士盛 和妹妹死里逃生 被海边的渔民搭救 如今 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但是 刘文忠依然经常来到这片海域 看看父亲闯关东登陆的地方 电视剧闯关东的编剧高满堂 他的爷爷 在乘船闯关东时 也成为了风暴中 少有的幸运儿之一 但是我爷爷说呢 当时他是二十多条船 他就挤上一条船 挤上这条船以后呢 因为他是无动力 完全是听着风的作用 他说是往前走两步那个船 往回退两步 走两步退两步 五天五夜 当他清醒的时候 就饿得粮食没 干粮都没吃的 当清醒的时候 他看着二十多条船呢 只剩下四五条 剩下的船就无踪无影 不知道哪去 在清朝封禁关东的两百年间 山海关下和渤海湾沿岸的 几乎每一个角落 都留下了闯关东百姓的血泪 没有过去的人 将自己的生命 永远终止在了这里 但过去的人 真的可以过上 比在家乡更好的生活吗 对于安土中签的 关内百姓来说 离乡背景 真的会是更好的选择吗 闯关东百姓的梦想 是到关外寻求美好的生活 但很多人都低估了闯关的难度 也低估了关外生活的困难 遍地的野兽 严酷的自然环境 骨肉亲情的分离 这些都将成为闯关东百姓 即将面临的挑战 敬请收看下集纪录片 闯关东 闯关 他们为了生计离家出走 他们为了生计挺而走险 他们不论到哪儿 都永远记着自己遥远的家乡 两百多年 三千万人 他们开创了一段世界历史上 持续时间最长 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是 闯关东 雄郡的山海关 在清朝封禁关东时期 成为了横跟在闯关东百姓面前的 一道巨大屏障 山海关闯关不成功 便会有百姓沿长城 寻找其他突破口 这是明长城起点的老龙头 长城在这里探入大海 当年闯关东百姓中的熟食水性者 无法闯过山海关 也有人会涉嫌游泳越过长城 但大部分人则沿长城七行 希望能够在山中找到机会 然而即使经过千辛万苦 闯关成功 关东真的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衣食无忧吗 这个狭长的谷地 是长城另一道关口 三岛关的旧址 山头两边的城墙 依然迎风而立 三岛关则已经不见踪影 当年这里是除山海关外 聚集闯关东百姓较多的关口之一 因此三岛关的城墙下流传着太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 白素文和他的弟弟白景学是出生于三岛关附近一个村庄的兄妹 康熙年间他们的祖先兄弟三人 由于家乡山东受灾 一路乞讨到达山海关 到达山海关后 白家兄弟跟其他人一样 被守城官兵挡住了前进的脚步 无奈之下 他们沿着长城一路向西 来到了当时有三不管之城的地方 三岛关 但是想越过三岛关 同样并非一事 他们时刻都面临守城官兵的追捕 如此森严的守卫 让闯关东百姓不得不使出浑身邪术 他们会在整个长城沿线 寻找每一个可以跨越过去的机会 虽然也有部分人可以成功 但多数人都会面临被清兵抓获的危险 无奈之下 白家三兄弟只好暂时寄居在 三岛关附近的这个山洞中 在整个闯关东时期 这里每天都会聚集很多从关内来的百姓 他们希望能在这里等待机会的到来 因为每到灾荒之年 大量灾民的聚集 便会迫使朝廷主动打开山海关关门 这样的例子 在清朝的整个封禁期间 都是屡见不鲜 嘉庆年间尤为多见 主要也是因为清朝中期以后 他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国力 已经越来越衰退 所以呢水汗平扔吧 灾荒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闯关东的移民流民也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呢 嘉庆皇帝就很无奈了 因为他后来的上运就提到 如果逼着他们 不让他们进来 那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会造反 会闹事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够缓解这种东西 所以他有过几道上运 就是曾经是不让他们 不阻挡他们出关 白家三兄弟就是等到了这样的机会 顺利跨过了三道关 但跨过三道关没多远 不断从关东传来的消息 却让他们暂时停下了脚步 清政府封禁时期的东北 丛林密布野兽横行 尤其是低至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气温 都注定闯关东之路不会平寒 那时候冷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有些人把耳朵冻掉了 有把手指头冻掉的和脚指头冻掉的 就那么冷 东北有一种自然现象叫大烟炮 什么大烟炮呢 就是暴风雪 特大暴风雪 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就是当年这种雪下起来的时候 随着就飞风刮过来 铺天盖地 你感觉就像咱们的前堂江潮似的 过来 那锁到之处就全都摧毁了 所以那非常可怕 所以当你闯关东人 第一次看见大烟炮的时候 几乎就吓得一动就不敢动了 所以很多人都死在大烟炮上 就被埋死了 除此之外 遍布东北山林中的野兽 也是导致很多关内百姓 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 哪怕退到几十年前 东北地区仍然是野兽遍地 被野兽袭击 甚至失去生命 对闯关东的人们来说 非常常见 那时候杀人的野兽 什么凶侠子野猪都很多的 我祖先的兄弟五个 来到大烟之后 老四就是被老虎吃掉的 据我父亲讲 当时在码头那儿有一些渔民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父亲他们就在他家吃饭晚上 就是那小孩就在炕边上 结果那个狼进来 我一头一歪 就把那个小孩给叼走 这是东北特有的摇篮 传统的东北人生完孩子后 会把孩子放在这个摇篮里 它其中的一个作用 就是在大人外出干活时 可以防止野兽到家里来 把孩子刁造 东北生活的艰难 让白家兄弟 对于是否继续闯下去 产生了分歧 其中一人认为 留在三道关附近 已经可以活命 因此没必要再冒更大的风险 然而另外两人 却坚持要继续北上 无奈之下 三人只好分道扬镳 这就是个人其能了 个人其能以后得有约定 怎么约定呢 在这三十二出一不让吃荤 家谱那些人拿一份 这一遍以后的找呢 虽然每人都携带了家谱 并做出约定 每年的大年三十和出一 不许吃荤 只能吃素 但他们分开之后 再也没有见过 时光荏苒 到了白景学这一辈 已经是白家在三道关下 繁衍的第十四代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但每年三十和出一 不许吃荤的约定 却一直传承了下来 希望和亲人 能够再度相见的愿望 也一直都在 事有凑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白景学在一次 出差过程中的邂逅 居然圆了先人 持续两百年的愿望 像景州在了班绍 班绍一直偶尔之间 就走到门口 然后看有棵花 这有棵花 咱就想要这棵花种 一发情头人 起屋出来了 那头出来了 这回呢 一问哪个人 我说三官人 三官的贵姓 他说我贵姓姓白 这么给他让到屋去了 到屋里一说 我那些大宁贵姓 他说我姓白 我姓白 我咱们家谱上 我姓白 我姓白 我咱就主宫上留下了啥 他说三十初一 不想吃荤 一排家伙 我跟你父亲一把 你给我叫书 这个我没藏着 咱们是老板一家 虽然双方的族谱 都已经被回 但按照姓名的排辈 和祖上的约定 白景学确认 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这高兴 高兴也不知道怎么高兴 反正两人都流泪 这多年了 奶奶多少笨都没找到过 这我们俩是 偶尔之间的 后来老头没来 老头比我睡大 老头能耐着七十多了 白家三兄弟的故事 在闯关东历史上 并不稀奇 但白景学的经历 却堪称奇迹 当年闯关东 到达东北的人 因为各种原因 失散的比比皆是 张维忠在七十三年前 就有过跟亲人 失散的经历 一九四零年 年近六岁的张维忠 跟随家人 踏上了闯关东之路 在山海关附近的火车站 张维忠一直跟随的是 自己的表叔 因为我六岁个儿又小 人又小 我表叔呢 又背着个大院子 就是山东有一种 就是柳条边的大框 就是双层的 很厚 像个大元宝似的 那叫大院子 那里头背着吃着 前头呢 还有个大行李卷 它本身呢 个子又高又魁梧 我在后面跟着一压 你四周 啥也看不着 啥也看不清楚 我就认准看他那个 鞋后跟的 张维忠没有注意 当时的大多数闯关东男性 都穿的是表叔那样的大鞋 因此 几次辗转之后 他才发现 自己眼前的 早已经不是表叔了 一看 不是我表叔 一看也不认识 这时候我就傻了 傻了但是没哭 张口就是很大姐 还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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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姐没有回应的 张维忠一边使劲穿过人群 一边呼喊姐姐的名字 但连续穿过几个车皮 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 就在张维忠接近崩溃的时候 一名检车工人发现了他 在检车工人的帮助下 就在父母乘坐的列车开动前 张维忠与亲人团聚 张维忠最终和父母一起 乘坐火车驶向了东北 驶向了自己的新生活 但大多数失散的人 却没有这样的运气 他们至今都找不到 自己的亲人 卫慧杰 王化军 他们都有祖上 闯关东走丢的亲人 大约是三百年前 他是写的是清朝的那个雍正年间吧 来的时候搁三个走丢一个 然后我二爷就说上趟厕所 完了我大爷说那你去吧 说那个挺背影的 有棵大树才去 这个人就有人喊放舟 完了人多呀 跑那里多 从关东北也多 就这样 然后人一多 这我大爷写了 说放舟都奔舟去了 摔完之后回来一看人没了 一找一开叫 没叫着 然后咳大找没叫着 找后一天没叫着 你这样就丢了 即便没有失散 艰难的自然环境 也是很多人主动选择了分开求生 以保证家族能够延续 闯关东的首要目的是活下来 百姓们赖以生存的途径多主多样 首先是农业 很多人来到东北的目的是开荒 但开荒并非汉人的自由 事实上 在清朝封禁关东时期 从关内来的百姓 根本没有在关东开荒的资格 开荒的权利 只归其人所有 那当地人就是跑马战换 你在这儿耕地的时候 人家不管 当你耕得差不多的时候 可以拨动的时候 人家马就骑回来了 断了一圈 说这是谁的地啊 他说我开的地 这是什么地 这是荒地 荒地是不是地啊 说荒地是地 那是地的话 那么咱们就说事 问天了吗 说没问题 问地了吗 没问题 那你还问谁了 我谁没问 你问人了吗 没问人 我是人 咱俩商量 怎么办 商量之下 运气好的人 可以从其人手中 租地更重 但大多数人 都只能选择 先为其人打工 虽然生活比关内 好过了许多 但过度的劳累 使得许多人 都英年造势 这是位于麒麟省 麒麟市的一片卫士祖坟 几乎每一个墓中的男子 都配有两名妻子 祖坟上都有这种 都是多数都这种 就说会的时候 都是这种一夫两妻的 不是说有钱人家的三妻四妻 而是就是困苦的生活 早早夺走了女人们的生命 农业的艰难 使得一些人将目光 转向了城市 希望能在工商业中 谋得一份差事 这是晚清时期的沈阳城 由于临近山海关 和大清陪都的地位 使它成为了闯关东时期 很多人选择的第一站 在这里 闯关东百姓所从事的职业 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 这是一个拥有 三百多年历史的酒窖 到现在 它依然在发挥作用 并且在沿用 清朝时期的传统工艺酿酒 拥有这个酒窖的酒厂 在闯关东时期 叫做易龙泉烧锅 它在整个清朝时期 都是全圣经地区有名的烧锅 它的创始人 正是闯关东过来的山西人 孟子静 孟子静原本在山西 经营烧锅生意 1662年 山西省因为连续两年大旱 粮食绝收 水源枯竭 孟子静北上来到关外 在朋友的帮助下 他买下了圣经城东的一块土地 重新开启了烧锅 取名易龙泉 易龙泉是它开始的名字 后来改名为德龙泉 最后又改名为万龙泉 1706年 万龙泉烧锅 被康熙皇帝 钦定为宫廷贡酒 一跃成为了整个东北地区 手工业的代表 这是万龙泉烧锅 百年前使用过的九海 这是万龙泉烧锅 在清朝时期的帐簿 透过它们 我们依稀可以窥见 当年闯关东百姓 在圣经地区的光辉岁月 今天孟子静的后人 虽然已经不知去向 万龙泉烧锅也已经几亿其住 但孟子静所带来的工艺 却仍然在这里代代相传 李师傅是满族人 他是这家酒厂 酿酒工艺的第十一代传人 从孟子静存光中 至今已经到我这是第十一代 我是第十一代传人 通过师傅对我的口传心受 把老一代的酿酒技艺 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我 我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我的下人 圣经不仅手工也发达 独特的政治地位 也使它成为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商业中心 位于市区的四平街 就是圣经最有名的一条商业街 四平街从1625年开始 已经拥有380多年的历史 它见证了整个闯关东的历程 当年闯关东人所开办的商业店面 充满着整条四平街 尤其是整个圣经城的私房业 都有闯关东的山东人所拔持 康熙15年 两位名叫善文利 善文才的兄弟 从家乡山东黄县 背了一些丝县坐船 到圣经的四平街贩卖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山东的四县在这里非常常销 因此二人所带来的货物 很快便卖完 翻卖以后 你看这买得相当好 很兴旺 所以他俩回去 回去 完了又来 来了以后 用了就是他的一些亲戚朋友 就山东班 到沙阳来 就在中阶这一带 就是前店后房 就后边呢 用了的成品 在后边加工 前面做门脸 就卖 就开始 善文利和善文才兄弟的生意 越做越大 最终 他们开办了 名叫天和利的一家私房 天和利私房的成立 成为了山东人 住在圣经私房业的开始 在四平街上 山东黄县人 成为了私房经营者的代名词 在我们的四平街 就形成了六大号 叫六大私房 所有的六大号 全是山东人 今天 四平街已经更名为沈阳中街 往日的私房业 已经不复存在 唯独存留的 是这栋修建于1926年的建筑 这座大楼 是当年吉顺私房的旧址 是当时四平街最高的建筑 同时 也是四平街唯一一座缺角的建筑 按照设计 吉顺私房的大楼 本来并不缺角 但施工时却遇到困难 旁边一家小店的店主 三家哥俩 不愿意出上自己的地皮 当时吉顺就说 你准备要多少钱 我给你钱 老三个哥俩说 不行 我不要 那样 我把我的这大洋 我跟你宰 你这个小铺 面积有多大 我跟你铺满 行不行 我跟你铺上全是大洋 你这个价钱 我买你这个小铺 三哥俩说不行 不干 吉顺私房并没有依仗财大气粗 强占旁边的这家小店 而是修改了自己的图纸 建起了一座缺角的大楼 大楼虽然缺角 但这件事却在四平街被传为美坛 成为了诚信宽容的代名词 结果呢 吉顺私房这四层楼盖起来以后 买卖非常兴隆 上街的小朋友呢 这棵大树 他也宣传 我贴那广告 我在吉顺私房旁 就是旁边 他也发起来了 今天 四平街六大号已经不见踪影 甚至连经营六大号的山东人后裔 都不知去向 唯独剩下的 是这栋代表了诚信和宽容的建筑 依然在这里引领风骚 闯关东百姓的不断聚集 催生了圣经商业的雏形 并不断发展 然而 对于辽阔的东北来说 圣经只是闯关东人的第一站 随着人口的越来越多 圣经人满为患 大多数人 只能选择继续悲伤 更多的人在进入东北腹地后 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 甚至很多人走进了原始森林 以伐木和打猎为生 更有甚者 为了能够一夜暴富 有人开始铤而走险 将目光盯向了满清贵族 专享的人身 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 一颗上百年的人参拥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清政府明令禁止民间私自采挖人参 但闯关东百姓却趋之若鹜 成为了偷采人参的主力 在寄与偷释间 有着怎样的故事 敬请收看下集纪录片 闯关东 挖身 他们为了生计离家出走 他们为了生计铤而走险 他们不论到哪儿 都永远记着自己遥远的家乡 两百多年 三千万人 他们开创了一段世界历史上 持续时间最长 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是 闯关东 18世纪中叶的一天 盛京的某客栈内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闯关东到东北的山西人 吴桂亮 迎娶了客栈老板的千金小姐 所有的人都为这场婚礼 感到奇怪 几年前 吴桂亮因为身无分文 欠下老板大量债务 被逐出了客栈 消失几年后 他不但携巨额财富归来 在盛京开设了大小商铺 二十多家 同时还迎娶了老板的千金小姐 所有人都想知道 吴桂亮一夜暴富的秘密是什么 也想知道 在消失的几年中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清乾隆年间 吴桂亮因为不按农事 闯过山海关 希望在关外工商业 能谋得一份差事 但是 由于无人为他担保而失败 你外来人 必须有人介绍你 最重要是有人担保你 担保你什么 就是说 担保你是个好人 担保你不会 在这里什么 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那么这个担保是怎样的 那必须得是熟人 对不 不是熟人谁给你担保 因为担保是要连坐的 就是说你被搬的 担保人如果出事了 你担保人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因为盘缠用尽 吴桂亮被逐出客栈 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像很多闯关东的人一样 将目光盯向了 东北三宝之首的人参 人参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由于根部肥大 形弱仿锤 全貌似人的头 手 足和四肢 故而称为人参 因为它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因此被人们称为神草 百草之王 或者必经 这位人参是百草之王 它吸取了大地的精气 尽管是我们用最肥过的土壤 来种植它 长到三年的时候 就必须换土 因为它已经把土的营养 都已经吸走了 然后再换到一块新的福祉土里 再长三年或者两年 然后才能收获 有人说人参生长过的土地 五十年之后可能才生长 我觉得这个树 可能需要百年 可能会更恰当 森林中的野生人参 由于生长密度并不高 大片土壤的营养 可以供给人参生长几百年 因此 一颗年份久远的人参 常常价值连长 三百年的人参 基本上都得在三五十万这样的 如果好一点的 就要卖到一百多万 今年最好的一只 卖到了三百二十多万 在闯关东时代 人参同样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 乾隆年间 一两普通野生人参的售价 在十七两白银 这相当于一个五口之家 一年生活所需要的费用 倘若是几百年的上等人参 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因此 大量的闯关东百姓 对其趋之若无 当人参在五桂亮所开设的药店 不断出现的时候 人们才知道 它是因为挖得了一颗 重达八两的百年老身 才创造了一夜暴富的奇迹 然而 这样的奇迹背后 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与心酸 这些是几百年来 闯关东百姓 一直在使用的挖身工具 包括锁拨棍 快当斧子 快当剪刀 快当铲子 快当签子 和棒锤锁等 工具中比较特殊的 是锁拨棍 快当签子 和棒锤锁 锁拨棍也叫开山棍 长五尺二寸 直径约两厘米 木棍小桃一端挖个槽 箱上两枚古铜钳 在山上寻找人身时使用 快当签子 是挖身时专门用的签子 由鹿骨或竹子打磨而成 棒锤锁 是一根长三十厘米左右的红线绳 两头各栓 两枚极力年耗的大钳 找到人身后 要先用棒锤锁将其锁住 以免人身逃跑 人身还叫棒锤 是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棒锤 是人身的小名 放山人看到人身 大喊一声棒锤 人身一哆说 就不会土顿了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 当年长白山 是清王朝的龙脉 清王朝的统治者们 为了保护自己的龙脉 不允许放山人到长白山 更不允许他们采挖人身 所以放山人就用棒锤 来代表人身 代替人身 这样以躲避 这个清王朝 对他们的抓捕 这些工具看上去简单 但挖身之路 却困难重重 尤其对于闯关东的老百姓来讲 更是前途未卜 这是一道绵延2640华里的土地 它的名字叫柳条边 柳条边有一道 用泥土堆成的土地 地上每隔1.7尺 栽种柳树一棵 在柳条边上 每隔一段距离 会有一个边门 每门常驻数十个官兵 他们的任务 就是阻止闯关东百姓 私自进入山林 偷彩人生 这里是满族的发源地 长白山 清朝入关以前 长白山地区 是满族人的主要栖息地 这里盛产的人参 也就成为了 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 皇太极时期 人参每年可以为朝廷 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收入 因此 清统一全国后 人生被朝廷所垄断 每年由清政府派专人采挖 民间不得私财 这是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境内的一座废弃宅院 鲜明的满族特色和精巧的设计 证明了宅院主人不凡的地位 它是清朝时期 达生乌拉衙门总管的旧宅 达生乌拉衙门 及清政府于顺治四年专门成立的机构 它的任务就是管理东北地区人参 和其他特产的采集 如今 岁月已经将这里的繁华冲刷殆尽 但沉浸于各个角落的建筑细节 却可以让我们从侧面领略到 管理采生 给这些官员所带来的实惠 这是位于金沈阳附近的柳条边遗址 一米高的土地 在岁月的侵蚀下已难变形状 但间隔种植的柳树 却依然还有残柳 清政府正是希望 通过这道土地 来阻挡偷采人参者的脚步 但这样的努力 注定只是徒劳 闯关东百姓不顾禁令 绵延不绝地 越过无人看守的区域 进入边外 消失在茫茫连海之中 据清柳边纪略记载 凡走山者 山东 山西人居多 大帅皆偷偷入山的蛙山人 每岁三四月间 屈之若鹜 不下万人 最多的时候 有四万多人 成群结队 赶在牛车 在山里 待上七八个月 这些人 几乎都是 倒采人参的人 老百姓 如果是真要采了一颗 七辆为宝的一颗参的话 估计二十年 他的生活费用 就可以满足了 但是 对于闯关东的百姓来说 即便越过了柳条边 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蛙山之路 才刚刚开始 东北的人参 多分布于长白山脉 和大小西安里地区的深山中 因此 蛙山人必须经过长途跋涉 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这是现存于麒麟省辅松县 人参博物馆中的一些文物 他们是当年闯关东百姓 进山挖山时 所携带的生活用品 在偌大的山林中 这些简易的用具 为挖山者们提供了 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但遥远的路途 和复杂的山林环境 使得挖山者们每次进山 都必须找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人带队 这个人被称为老把头 正是因此 老把头在挖山队伍中 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利 他指出的方向 大家必须遵守 建山挖人参 被人们称为放山 放山的第一件事 是观山景 有经验的把头 通过观察山式的走向 方位 气候和水的温度 明暗 颜色等 可以判断 这一带是否有人身 一旦把头选定地方 大家就开始立老爷府 老爷府又称把头庙 简单的把头庙 有几块石头就可以累成 进山挖山的人 每到一个地方都必须立老爷府 拜十组老把头 这个老把头叫孙良 是山东来洋人 传说孙良是最早 防观东的人 他是为了给母亲致命 来到长排山 路上接受了一个同乡 叫张璐 两人结为兄弟 进山中 在挖山过程中走散 为了找到这个兄弟呢 他三天 这人没吃没喝 最后死在喇固河畔 现在 长排山地区的很多地方 都有孙良的墓 墓的旁边 都会刻上孙良 临死前留下的一首诗 诗的前面 描述了自己 挖山遇难的经过 最后声明 再有入山迷路者 我当作为引路神 也正是因此 尽管孙良并非挖山第一人 但闯关东的百姓 为了突吉利 也为了纪念他 讲情讲义的精神 将他奉为了挖山的鼻祖 祭拜完靶头 真正寻找人参的行动 就开始了 这种行动俗称 压山 拉山 或开山 压山时 靶头会留下一个人 为大家做饭 其余人依子排开 手拿锁拨棍 开始寻找人参 人参对圣灵的环境 非常挑剔 因为它洗光怕光 洗水怕水 洗肥怕肥 说洗光又怕光 是因为它只喜欢散射光 它不喜欢直射光 如果有直射光照到它 它就会哭死 洗水又怕水 它喜欢水 但是水量过大 那么它就会烙死 那么洗肥又怕肥 它喜欢肥料 但是如果给它过量的肥 那么它也会受不了 所以说 在森林里也特别少 这样闯光中的放山人 也很难找到它 这种活动表面上看很简单 实际上却充满着种种威胁 除了复杂的地形外 森林中遍布的野兽 同样会时刻威胁人们的生命 其中最大的风险来自于黑熊 这闯光中人是吃过不少黑熊虾的亏 因为他不懂熊虾有个习惯 就是人碰到熊虾 你不要跑 更不要说想试图跟它搏斗 你最好的办法躺下来装死 那么这个熊虾一看你死了 他不相信你死了 他会到你身上坐 拿屁股坐在你身上 然后试探你死没死 这时候东北人明白 你不要吭声 你就装得跟真死了一样 因为他们知道 这时候你要张嘴说话 喊叫面啊什么 他会拿爪子去挠你嘴 那你要放屁 就挠你屁股 王中三和张嘴仁 都是闯关东人的后裔 直到前些年 他们身边还经常发生 有人被熊袭击的事情 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屯 东领屯的一个老头 到现在那个脸的半张脸 基本上就叫黑瞎子 一下子就死掉了 强悉的就有一个 也叫那个黑瞎子兽 这里就是这个熊虾就是黑瞎子 他上上也是 那么遇上了 遇上整个碰上了 躲不开了 结果呢 他第一下子就把他挠过 卡在一只肚子前边 躲起来了 闯关东百姓 由于不懂黑雄习性 在森林中遇险者不在少数 然而除了自然风险 偷挖人身的闯关东百姓 还有冒着被官府抓捕的危险 清政府不仅用柳条边 来阻挡偷采人身者 同时还在某些山口 跟河道的渡口设有关卡 并定期派人寻山 据吉林外记记载 清朝在吉林 宁谷塔等地 共设卡105处 各注爱药 以杜绝乱采人身 吉林通知 这样描述 对偷采人身者的惩罚措施 春夏时被祸 至九月十月 方得审节 延挨日月 身受寒暑 多致疾病死亡 甚属可免 清朝康熙年间 对盗采人身 和私放生败 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 对于盗采人身的人 领头者最高可判急刑 并且要罚莫财产 所谓的财产 除了采得的人身 牲畜等 甚至连老婆都要冲崩 官员如果受了 偷采人身者的贿赂 将其私自放走 不管多少 一律处决 然而 不论是自然困难 还是政府的追捕 都无法与挖倒 人身的喜悦相媲美 放嘴 什么话 四匹 快走快走 刚刚的一幕叫寒山 几匹叶 就表示人身的枝干 分了几个枝叉 极皮叶的多少 一定程度上 可以代表人身的大小 在挖身之前 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先要将 棒锤锁寄到人身上面 寄完棒锤锁 大家就开始挖身 行话叫台参 台参时必须非常小心仔细 每个根须 不管多细都要完整 否则 根须一段 人身的僵液就会跑出 人身的价值 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 一颗大的人参 往往需要挖几天几夜 人参挖出来以后 必须用湿苔藓将其包好 这样才能保证 人身的新鲜感 挖完人参后 人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是在附近的树上 砍下一块树皮 然后在树干上 用记号刻上 人身的大小 以及挖人身的人数 这叫砍兆头 砍兆头主要是做记号 这也体现了放山人身上的美德 留下记号 就是为了让后人 到这个地方之后 还会发现那种 比如说休眠的人身 或者是他们之前 没有发现的人身 闯关东百姓的私财 给清政府的人身经济 带来巨大冲击 雍正十年 十一年两年内 查货私身数量 均在九千两以上 乾隆二十四年 官府仅在两处 即缴获私财人身四千多两 相当于当年 朝廷入库人身的一半 然而 这仅仅是查货的一小部分 如果说按清朝 这种有规律地去采挖的话 我想东北的三参 采挖个三四百年 是没问题 可是恰恰呢 就大量的官内 拥进来这些倒采倒挖 清朝啊 采生最繁荣的时候 大概不超过一百年 至道光年间 闯关东百姓的采挖 使得野生人身越来越少 清政府的官身采挖量 从清初的每年五万余金 下降到了清朝中期的 每年只能挖到百余金 咸丰时期 野生人身几乎已经被采挖殆尽 清政府也逐渐放弃了 对人身的垄断 开始任人采挖 野生人身数量的减少 使得闯关东百姓 不得不进入越来越偏远的山区 挖不到人身 便在山林中居住了下来 一边务农 一边寻找人身 长白山江港之略 为清朝官吏刘建峰 考察长白山之后所作 书中记载 他曾经于长白山脚下 遇到过一个 着装有别于清朝的古村落 刘建峰到了村子之后 发现这里的人 穿的都是古时的衣服 他们主要以采集和鱼猎为主 采集包括采挖人参 包括采山菜 采核桃 夏季主要是打鱼 冬季主要是狩猎 当人们重新寻找时 传说中的这个古村落 再也没有出现 但在吉林的长白山脚下 却保留着一个这样的古村落 这里的房子 基本保留了 闯关东时代的风貌 完全由木头制成 就连烟囱 瓦片 和家卷的窝 都是由木头制成 我是山东的周线的 这个模糊是我上山 采来的 加班了 现在习惯了 你有什么感觉了 感觉是跟买管理是一样的 感觉是 这里的居民 大多是山东人的后裔 他们还在说着山东的方言 吃着山东的煎饼 只是已经不再以放山为生 不过 在每年浓忙过后 熟识山路的人 还是会到山中走一趟 幸运的话 或许就能碰到一颗 上百年的野生人参 黄金自古以来就承载了人们 对财富的梦想 闯关东百姓为了发财 很多人都涌入东北地区的金矿 做起了淘金梦 但淘金梦真的那么容易实现吗 他们在金矿都会遇到什么样的悲惨遭遇 敬请收看下集纪录片 闯关东 淘金 他们为了升级离家出走 他们为了升级铤而走险 他们不论到哪儿 都永远记着自己遥远的家乡 两百多年 三千万人 他们开创了一段世界历史上 持续时间最长 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史 闯关东 公元十九世纪 在今麒麟化电一带的深山老林中 平地而起的这样一个小镇 镇上的人们 大多在附近 从事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 他们在山壁上凿出山洞 然后进到洞中 将石头采下运出 再用这样的石碾子 将石头粉碎 从粉末中提取一种 贵重的金属矿物质 黄金 从事这种劳动的人们 几乎全部来自于闯关东 过来的百姓 他们不受清政府的管辖 以至于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并在东北大地上 持续打百年之交 公元1805年 其嘉庆十年 闯关东到东北的山东人 孙继高 在吉林省化电室 加皮高一带 偷彩人身时 偶然在河道中 发现了一种金黄色的物质 凭借自己在山东 曾经有过淘金的经验 他马上认定 这些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黄金 消息传出 这里很快就成为了 闯关东百姓的另一个聚集地 淘金热在东北大地兴起 事实上 早在北魏时期 人们就在东北发现了金矿 并一直进行开采 清朝统一全国后 为了保护龙兴之地的地脉 不被破坏 清政府严禁在东北地区开采金矿 但是黄金对于贫穷的闯关东百姓来讲 无疑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 在孙继高发现加皮高金矿后 采金人不顾朝廷禁令 纷纷涌向加皮高 做起了黄金梦 孙继高在加皮高发现金矿的时候 是杀金 杀金是金矿 存在的形态之一 就是从杀利中逃取黄帝 这是逃取杀金的一系列工具 逃取杀金的工艺并不难 孙继高正是通过这些工具 在加皮高掀起了逃金的热浪 但是这里的杀金资源很快枯竭 1845年 随着盐金的发现 加皮高的淘金热才得以继续 1845年 人们在加皮高的山上发现了盐金金脉 这一带就是当年人们发现盐金金脉的地方 盐金是区别于杀金的另外一种金矿存在形式 它的金子都在岩石里面 人们需要从矿石中把黄金提炼出来 这些秀极斑斑的文物 保存在吉林省化电室的博物馆内 它们是加皮高金矿 在百年前曾使用过的工具 当年闯关东百姓中的淘金者们 每天都要频繁进出这些深不见底的黑洞 将矿石从洞中取出 然后再用这样的粘滚子将其粉碎 从中提取黄金 加皮高在发现盐金之后不久 另一位山东人韩宪宗进入加皮高开始淘金 他的到来正是拉开了加皮高金矿传奇的大幕 韩宪宗出生于山东省文灯县 六岁时跟随不甘贫困的父亲北上闯关东 1846年韩宪宗因躲避赌债 进入吉林的加皮高金矿开始淘金 韩宪宗到达加皮高金矿后 很快就凭借出色的交集能力 当上了采金的小头目 并且在加皮高西交其咸好长者 不久他就成为了金矿举足轻重的意愿 这个人很仗义 就是说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 当朋友们出现困难或者危险的时候 他能挺身而输 而且他采取一种什么手段 就在淘金这种广交朋友 大家在一起觉得不错 我们就结拜为兄弟 1854年 加皮高金矿迎来历史上最大的转折 将近200人的土匪 为了占领加皮高金矿 将所有矿工包围 就在大家无计可施的时候 韩宪宗提出以火神剂对付土匪 当时他们用的是火枪 这种火枪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火器 这种火器得需要用火绳 把它的链点着 然后这枪才能发射 那就是说有枪必须得有火绳 所以韩宪宗这人非常聪明 他就使出了一个火绳剂 他让人点了很多很多的火绳 所以远远看去就满眼圈的火神 土匪被眼前的阵势吓住 不战而逃 韩宪宗则率人乘胜追击 将土匪彻底击溃 火神继击溃土匪后 韩宪宗在加皮高金矿的威信 得到了更大提升 最终被人们拥戴为 加皮高金矿的菜金总霸头 从此韩信一族 开始了对加皮高 长达近百年的统治 并在这里建立了 独立于清政府之外的小王国 创造了闯关东历史上 最大的传奇 由于加皮高金矿位于柳条边外 因此韩宪宗和他创立的王国 被人称为韩边外 当地百姓只知有韩 不知有清 任何案件都直接找韩家办理 根本不理会地方政府 据画点县制记载 韩边外形同割据 权弱政府 用武力善生杀 以一人之声威 任数百里之安危 以一家之势力 握数千户之生命 在最鼎盛时期 今天的吉林画点 磐石 敦化 辅松 安徒等地 都属于韩边外的势力范围 韩家对加皮高金矿的统治历史四代 清政府一直对其无能为力 直到日本人的到来 韩边外王国的传奇才告终结 今天 加皮高的金矿依然存在 当年闯关东过来的百姓 已经在这里扎根生活 他们几乎每家 都有人在矿上做工 只是对于 韩边外时代的加皮高 大家的记忆 都已经趋于模糊 只有这些 散落在山中的矿洞 和废弃的碾滚子 依然在静静地 取决着那些 曾经辉煌的岁月 闯关东时期 除了加皮高金矿 关东大地的其他地方 也陆续发现了 大大小小的许多金矿 这是日本人 于民国时期绘制的 东北金矿资源图 闯关东的百姓 成为了所有这些金矿的 矿工来源 只是他们的命运 大多与韩宪截然不同 这是黑龙江省 黑河市复原的一座金矿 解放前 淘金者们的悲惨命运 曾经在这里不断上演 闯关东百姓中的淘金者 每个人都拥有 或大或小的发财梦 但现实却很难让他们满意 巨大的经济利益 使得几乎所有金矿 都被有钱有势的人所把持 他们不受清政府的管辖 更不把淘金者的性命当回事 苛刻与盘剥 成为了淘金者们 似乎永远都摆脱不掉的周瑜 据满洲地质记载 东北金行中的淘金人 往往是种地 伐木 放牌 狩猎 什么都干 却不能换来老年的安逸 而且一年或几年 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一次 收入的低下 与淘金人的发财梦格格不入 因此私藏金纱 成为了金工们 实现梦想的唯一手段 你比如说这个头 它有的 它放到头发里 它不洗头 你谁看不着它头发呀 然后它回到窝棚里 它一洗就下来了 还有的就是 藏到这个脚趾缝里 脚趾头缝 衣服 甚至身体的各个部位 淘金工们为了圆自己的黄金梦 想出了种种办法 来私藏金纱 但是 不管想出什么样的办法 绝大多数私藏金纱者 都难逃被发现的结局 而一旦被发现 将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 高满堂在拍摄闯关东电视剧之前 跨越7000公里 进行了大量的前期采访 在黑河的罕大气乡 他就曾经亲眼看到过 几位90多岁的淘金老汉 最近淘金人最小的92岁 最大的98岁 一群老爷子 都是虚然飘秀的 非常健壮 八个人当时 我一看我吓一跳 这什么人啊 有的没有鼻子 有的没有耳朵 有的少一只眼睛 有的少一只手 我一看 就是残疾人 经过了解 高满堂才知道 他们的残疾 要么来源于偷金的惩罚 要么来源于 东北严酷的自然环境 我当时问 我说他的眼睛都没有了 少一只眼的 这相当为谁说 偷金子 让人把眼挖了 偷人家金子 我说他那耳朵拿去了 耳朵在挖金的时候 冻掉了 我说这手 这只手怎么没有 这手烂掉了 我说他怎么 鼻子没有 冻掉了 鼻子也冻掉了 我感觉到 这群陶金人 他经历了生死 经历了巨大的灾难 他是从金子里 练出来的一群人 2013年 当我们的设置组 在高满堂的池影下 再次来到黑河 寻找这八位老人时 他们都已经先后辞世 对于闯关东时期的 陶金工们来说 虽然面临严酷的金矿规定 但私藏金沙的现象 从来没有间断过 藏到一定量的金沙后 大家的目标 就是想办法 把他带出金矿 运回老家 这是电视剧 闯关东中的一幕 朱开山 为了把金子运出金矿 选择了吞金自杀 吞金之后 其他的淘金者们 再以运尸体 回老家的名义 将其从矿上运出 吞金自杀的情节 也是来源于 高满堂的实地采封 为什么这些人 停而走险 愿意这样做呢 一 就是说 大家讲义气 咱们谁抓到了 谁就要吞金 谁就要死 运出去以后 第二 就是说 一定要把最好的金子 送到你家里去 这是有盟约的 送给你家人 让他们盖房的 质地 娶媳妇 他这种盟事 是非常厉害 我见到这个盟事 我看完之后 我认为都可以 苍天可以催泪 我已我死 换取一家老小的 生活幸福 诸位兄弟 要遵守诺言 不遵守者 都只杀 但是 清政府把采金工 称为金匪 列入严加防范 和斩尽杀绝之力 因此 一旦抓获 大多数淘金人 都不会有好的下场 对于大多数淘金人来说 可能一辈子 都不会有离开金矿的机会 金矿老板们 会在矿区周围 开设大量的赌场和妓院 诱惑淘金人来消费 往往经过一个冬天的时间 淘金人积攒在手中的积蓄 就会全部挥霍殆尽 据统计 仅在黑龙江省 墨河地区的 胭脂沟金矿周边 就曾经有32家妓院之多 逃着金山出了山 逛逛妓院耍着钱 一年工钱全花净 没钱还得再进山 就这里的歌要非常之多 这都表现了他们 东北淘金人的 真实的生活所在 这是位于金黑龙江省 黑河市内的一条大峡谷 当地人将它命名为石人谷 为什么叫做石人谷呢 当年闯过农的一个山农汉子 他呢 打了一点金字 然后向他的家乡方向去逃去 结果呢 被冻死在这里 化成了一块石头 叫金肤石 所以把这里呢 叫做石人谷 金肤石的命名 来源于当地流传很久的 一个传说 传说在闯关东时期 一个来自山东的人 叫王宝才 为了能够尽快发财 他来到黑河地区的金矿淘金 但自己每年积攒的黄金 最终都挥霍在了妓院和赌场 因此一直没有钱回家 几年后 由于家乡遭灾 父母都被饿死 妻子只好带着小儿子 到黑河来巡夫 当妻子站到他面前的时候 王宝才却并不相认 王宝才心里感到特别愧疚 这么多年 既没有给家烧一分钱 更没有回家去看看自己的老婆 孩子 他扭过头去 说了一句 我不认识你们 老婆听到这句话 更是痛心不已 觉得自己的丈夫 哪能不认识自己呢 但是确实他不认识他 老婆孩子也没有办法 拧过头去 默默地走了 妻子走后 王宝才才下定决心 不再出入赌场和妓院 偷偷积攒了一定数量的黄金后 在一个大年夜 悄悄离开了金矿 但是没跑出多远 一条大峡谷横在了他的面前 饥饿和寒冷 让他再也没有力量 越过大峡谷 最终倒在了峡谷旁边 王宝才死后呢 就化成了这块石头 所以呢 叫做金肤石 金肤石 住立在大峡谷的旁边 面部一直朝向南方 似乎在诉说着 所有闯关东百姓 共同的心愿 回家 这个心愿从清朝封锦关东开始 一直延续了两百年 今天黑河地区很多村庄的行程都是源于淘金 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金矿已经销声匿迹 但闯关东的百姓们却永远把根留在了这里 不论从事农业 手工业 商业 还是深入山林中挖身 淘金 闯关东人的梦想 都是希望能过上比在家乡更好的生活 但闯关东之路坎坷取折 充满了艰辛 直到咸丰末年 闯关东百姓的命运 才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 发生了改变 1858年 黑龙江将军义山 在未经朝廷同意的情况下 与沙皇俄国在黑龙江的爱辉签订条约 将黑龙江以北 外星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割让给了俄国 爱辉条约虽然并未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但沙皇俄国却强行将领土割占 并在1860年 再次侵占乌苏里江以东 约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 东北它实际上是有双重含义的 在重要性上 一方面这是它的根本 是它的大后方 这是它必须要加力保护的地方 另外一方面 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 沙俄的力量 沙俄步步进逼 它还成为清朝抵抗 沙俄侵略者入侵的前线 前线的失守 让咸丰皇帝感到忧心忡忡 但关内的情况 更是让它焦头烂额 声势日益壮大的太平军 盘踞南京 建号太平天国 大有徽师北上 覆灭大清之意 北方的年军 也在太平军的影响下 四处发动起义 动摇着大清江山的根基 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 纵火焚烧圆明园 大清国再一次面临 向西方列强割地赔款的命运 内忧外患 让整日沉免于 酒色四竹之中的咸丰皇帝 感到力不从心 就在此时 黑龙江新任将军特普钦 递来一份奏折 他希望放开封禁东北的政策 通过招来关内农民 到黑龙江啃荒 来达到底于俄国的目的 特普钦移民戍边的提议 并没有得到咸丰的同意 此时 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和碾军起义 已经将镇守东北的很多兵力 调往关内 东北边疆防务的空虚 让沙皇俄国更是感到有机可乘 1861年 当特普钦第三次奏请开荒时 咸丰皇帝被迫同意 开放黑龙江部分地区 允许关内农民前往啃荒 咸丰在临终前 将清朝维持200年的封禁政策 撕开了第一道口子 从此 在沙俄的步步紧逼下 东北的封禁政策一步步被打破 到光绪三十年及一九零四年 东北全部开放 山海关的大门再次向百姓敞开 闯关东百姓 从此可以自由地出入这道关门 到关东大地去寻求生活的梦想 少小离家老大回 无数闯关东百姓年轻时期 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乡 踏上闯关东之路 但年迈之后 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回家 可是回家之路慢慢 许多人只好通过其他途径 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 敬请收看下集纪录片 闯关东 相关 他们为了升级离家出走 他们为了升级铤而走险 他们不论到哪儿 都永远记着自己遥远的家乡 两百多年 三千万人 他们开创了一段世界历史上 持续时间最长 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是 闯关东 这是一组闯关东时代 人们行走于路途中的照片 这是一组闯关东人 在东北地区 通过不同手段谋生的照片 这时由于闯关东人的到来 崛起于东北大地的各个时镇 两百多年 三千万人 闯关东的人们 带着自己的梦想和勇气 走上关东大地 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们经历了挫折 也享受了成功 但不论时间过去多久 他们的子孙 始终不忘自己的祖先 依然保持着自己相关何处的情怀 闯关东的一个闯字 带出了这段历史中 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勇气 无论是清朝封晋时期的闯关 还是开进之后 在东北大地上的闯荡 勇气都成为了他们必备的一种气质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就是敢于出来的人 都是比较有勇气的 这些人骨子里有一种 不按现状的这种本质 他们就想 我不认可我的命就这样 敢于向命运抗争 我就要闯荡出我的新生活来 冲动和勇气 成为了大多数闯关东人 必备的气质 尹氏柱的父亲 就是这样一个人 1930年 尹氏柱的父亲 由于生活所迫 决定一个人独自闯关东 妻子虽然同意 但仍舍不得让他走 离行前 就把给他做的袜子 偷偷藏了起来 那个时候的女同志 没有发言权 但是我的妈妈 已经看出来 她要闯关东 所以 一万个不愿意她走 但是又不能说 只好 把她唯一的双波瓦子 藏在钉底下 也不放上 我父亲就慢慢找啊 找也找不到 一路之下 不要了 就不穿上袜子 穿上去就要走了 著名的祖先 兄弟五人 于乾隆年间 闯关东到达大连 当年四兄弟 杀死猛虎 为亲人报仇的故事 直到今天 都被传为美坛 那时候大连有东北虎 那时候呢 老四就是被老虎 在上山的时候 被老虎吃掉了 这也就诞生了我家的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 那又是 余下的四个兄弟呢 为了抱出血恨 齐心协力上山 终于找到那只老虎 并且齐心协力 把那只老虎打死了 今天 东北人性格的形成 与闯关东百姓 所具备的这些共同气质 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性情豪爽 迟来迟去 待人亲和 豁达包容 这些都可以从闯关东历史中 找到衍生的源泉 我觉得 来闯关东人 不是儒家文化的孝子贤述 你说他是叛逆者 有点过分 但起码他不是安安分分的人 到了东北这地方之后 他们就把自己谷里 这些东西都爆发出来 并且真的凭着自己打拼 打出一片天地来 那么我说闯关东 给金人留下最宝贵的金人财富 就是这种不满足现状 敢于拼搏的一种精神 但是不论多么勇敢 所有的闯关东百姓 在步入老年之后 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回家 少小离家老大回 少年时期的意气风发 和老年时期对故土的眷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成为了每一个闯关东人身上 都具备的特点 刘树春 今年92岁 1937年 因生活所迫 16岁的刘树春 跟大多数人一样 乘坐小山板来到大连 开始了自己的闯关东生涯 在刘树春的眼里 20世纪初的大连 除了建筑洋气 和居住的一些日本人脉 跟山东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这里 到处都是操着山东口音的老乡 在上个世纪30年代 大连有过一个统计 大连地区的人口组成 以山东级为主 占80%以上 因为大连和山东 就是业海资格 而且在历史上 这两个半岛的人们 就互相往来 所以说山东人 就是大批地来到了大连 刘连港 大连港史研究专家 同时也是刘树春的儿子 父亲曾经无数次 将自己的经历告诉孩子们 正是因此 刘连港对闯关东现象 也格外关注 如今刘树春已经因病 无法开口说话 刘连港就成为了父亲 闯关东故事的主要讲述人 刘树春到达大连后 在舅舅的介绍下 顺利成为了一家洋行的学徒 在这里 他一干就是三年 最终 一件看似意外的事情 为他的人生带来了传奇 刘树春的举动为他赢得了老板的信任 老板决定 将店内的几笔大生意 全权交给刘树春处理 几年下来 他很快就积攒了一些积蓄 工作上的出色表现 也让他赢得了人生的另一份收获 竟然介绍 刘树春与同样来闯关东的山东人杜童云结婚 在大连成了家 成家后的刘树春并没有忘记山东的亲人 他将亲人们陆续都接到了大连 蒸蒸日上的视野 让刘树春看到了闯关东生活的希望 然而他的希望很快就被战争的残酷所摧毁 1937年 刘树春到达大连后不久 日本即发动七七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本占领下的大连 虽然没有受到战火的摧残 但百姓的生活依然不好过 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日本人在很多地方都推行粮食配几制 中国百姓不允许吃大米和白面 食物受到严格管控 艰难的生活 让刘树春决定暂时回山东老家 1944年底 刘树春与舅舅一家准备坐船回山东 但因事情耽搁的刘树春 却没有赶上开船的时间 正是这个偶然的契机 让他一家人幸免于难 舅舅乘坐的船 中途被美国水雷扎成 一同沉入海底的 还有舅舅一家六口人 那么这个事情经历了之后 对我父亲的影响很大 为什么呢 他以后几次讲起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 所以说他有个 他老人家也有点感叹 人生在世 平安是福 能够这一辈子平平安安 是最大最大的福 这次沉船事件 让刘树春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 战争结束后 他携全家人重新回到大连 一直到1993年 才再次踏上自己的孤徒 刘树春用一首顾礼行 表达了他内心的感受 千年离家白发缓 四十八载一瞬间 相亲五旬不相识 弟弟夫夫应凶喜 老姨高瘦九十见 共生下拜如见娘 你回来和我讲的 你都流泪啊 流眼泪啊 看着老姨就想起自己的老娘了 是吧 娘亲娘亲 一亲一娘一娘 一也是娘嘛 是吧 这是一份所有闯关东人 都会具备的情怀 为了生活 他们依然踏上完全陌生的土地 但在心中 却始终保留着 对家乡的那份留恋和柔软 高满堂的母亲与刘树春 是同一时期闯关东到的大连 那时她只有十四岁 1989年 病重的母亲提出 要回一趟山东老家 她说儿子 我一定要回山东去一趟 她说我是十四岁离开关东的 离开山东 我到关东这么些年 我要回去看一下 其实当时我那兄妹们都说 这个时期不能让妈妈回去 她要回去的话有个讲究 就回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我们叫迟路 迟啊 迟别的迟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挽留 我的母亲说不能回山东 但是我母亲就说 你让我了弃这个心愿吧 我回回山东 之后我就领着我母亲 回了山东 回家的情形跟刘树春一样 见了亲人 看到了家乡的变化 母亲终于了却了自己的心愿 但是在返回大连时 母亲却提出要到烟台去坐船 我说为什么走烟台呢 她说当时呢 你爹呢 是连我从烟台上的船 回到大连 之后当这个晚上呢 我们在烟台上了船 我就看我母亲呢 白发苍苍 她就倚在船悬边 一直望着远处的 渐渐的消失的烟台港 她看着看着她 眼睛一笑出来 我透过白话苍苍的母亲 那么依恋地看着这个烟台港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 一个14岁的少女 在半个多世纪 天然而来 我觉得闯关东这段女士 确实是 她是一段心酸的事 她是一段离乡辈子的事 但是她确实是一份份 刘家和 吉林省辅松县北港村村民 1934年 她的父亲闯关东来到东北 后因劳累过度 英年造势 刘家和12岁那年 为了帮父亲完成回家的愿望 她亲自将父亲的遗骨 送回了关内的老家 刘家和跟他的老伴 一辈子以种植人参为生 三年前老伴去世 刘家和也不再种植人参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能在孩子们都安顿好后 将老伴的骨灰 也带回关内的老家 老伴啊 这会儿孩子都挺好 你也好好地 把那个孙岩子保育好 要回家的时候 都要想回家 我还把你带着 带俩一块回家 你不想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虽然是所有闯关东百姓步入老年之后的愿望,但大多数人可能终生都无法再次踏上自己的孤土。 所幸的是,遍布关东大地的各个移民村,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精神寄托。 这是黑河孙吴的平渡村,由于村子里的人都来自山东省平渡县,因此本村被命名为平渡村。 这是吉林浮松的北港村,村子里的人全部来自山东日照。 直到今天,这里的居民都还保留着纯正的日照口音,因此这个村子被人们称为小日照。 类似于平渡村和小日照这样的群体,在东北大地随处可见。 他们除了保留家乡的口音和习俗之外,还会在户口部的籍贯一栏,填上自己的老家所在地。 很多人的家中都保留着自己的族仆,明确记载了自己的祖先是哪一代人,因为什么原因迁徙而来。 甚至还有人历尽千辛万苦,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继续着寻耕问祖的行为。 这个地方就叫双老板夏家村,他的对面就是山东省,我们的四县祖周德信,一起一五年就从山东省坐着渔船在这个地方上的岸。 周淳关,家住吕顺周家崖子村。 他听老人讲,自己的祖先是周德信和周德纯兄弟俩,来自于山东登州府的门楼村。 但门楼村到底在哪儿,他并不知晓。 1971年,村里拆除坟地,将周家的祖坟全部拆除。 这激起了周淳关,想要寻耕问祖的冲动。 圣我这位父母,圣父母这位祖,如果要没有祖都没有根,哪来到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这个音相当小心,我音是爹嘛,我知道我的爷爷奶奶,但是圣我爷爷奶奶这音,我没看着。 看着祖上留下来的一堆堆文件,周淳关寻根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 他决定,必须找到自己的祖先所在地,必须重修好自己家的家谱。 家谱,在外人看来,可能只不过是个很薄的小册子,或者枯燥无味的姓名记录。 但在闯关东后人的眼中,却是他们对故乡,对祖先情感的寄托。 只要拥有了家谱,即便时间再久远,他们依然可以保留那份牵动血脉的遥远记忆。 这是当时的价值观决定的,其实移民本身就对于这个家族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了,对不对? 由于有非常大的冲击,所以他们才那么拼命地要抓住这个家谱。 我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孤魂野鬼一样,他觉得没有,找不着这个认同感。 另外他们有很直接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祖先出来的, 然后呢,我们的航辈是不能错乱的,对吧? 航辈一错乱了,在伦理道德上那就是乱了。 那这航辈靠什么呢?我们就靠的是家谱。 在这个力量的推动下,周成关很快就踏上了自己的寻根之旅。 我到了山东以后啊,发生星宗都会打,我还是问这个坐车的人,哪个地方有星宗的? 完了,只要他说哪个地方,我第二天我就坐,有个公交车,游车我就打车就去。 寻亲之路并不顺利。 二十多年间,周成关先后三次下山东,虽然找到了一个门楼村,但并没有查到自己祖先的任何信息。 一九九八年,就在他准备带着失望再次离开山东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不期而至。 有老太说,哎呀,山东还有个小门楼,是两个门楼,我这一听哈,我乐他,我说这个门楼在哪个地方? 他说在大柳上那场,我说那里街上那有多远,我能不能早着,我要是打出自车能的? 他说打出自车能早着,就这么说哈,我年许都没睡好觉,就不乐着哈,我以为我相当高兴,就知道没白跑啊。 知道了这一消息,周成关放弃回家的打算,第二天就打车,来到了老板所说的门楼村。 听到周德纯和周德馨的名字,村口一位老人的回答,让周成关喜笑颜开。 好像是这两个人的名字,在我那个祖婆上,我说我不敢肯定,我下去拿给你看一看。 我就回来找到那个本子,拿给他一看,哎,我们的老祖宗穿在你这个车子上,高兴得不得了。 哎呀,我当时跟早着就说哈,好像我晚上有买票就赶紧回来了。 我当时就,一别是那时候就现在心急一火,快就走家,告诉我早着了。 我二十多年到来没早着啊,结巴早着了。 周淳关寻根问祖的旅程,随着周德纯和周德馨两个名字的出现,终于到达了终点。 2007年,经过周淳关等人的努力,周氏族谱修顶完成。 周淳关历史二十多年的寻根问祖之路,宣告结束。 这一大本呢,是我们家的祖谱,就是包括初五湖。 除了周淳关之外,东北大地的很多地方,仍有人在追溯自己的祖先,在进行重修家谱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自闯关东开始的那天起,就没有间断过。 这座立于民国年间的石碑,位于黑龙江省八燕县孙家卢屯。 石碑上的文字,详细记录了孙氏先祖闯关东的迁徙过程。 这块位于吉林省德会市的石碑,则立于清朝同志年间。 它的碑文同样记录了碑主人闯关东的整个过程。 今天,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宗族的观念和家谱的情怀,已经在年轻的闯关东后人心中慢慢淡化。 时间的推移,也让他们渐渐认可了自己新的身份。 但不论是谁,提起闯关东,他们都会永远铭记自己还有一个遥远的家乡。 我是山东人,我的老家在山东,我是河北人,我的老家是河北,我是山西人,我是河南人,我是山东人,我是山东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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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山东人。 我们来到天山洞人